《白话西游记》第34回凤仙郡城祈雨救民 唐僧师徒痛快地吃了一顿 告别侨夫母子下了隐雾山 他们走了几天来到一座城里 见城里景象凄凉 街口有许多士兵左右排列 有几个像是官员模样的人站在房檐下 见他们过来也不让路 唐僧向一个官员打听后才知道 这里是天竺国的凤仙郡 因为连年干旱 他们奉郡侯的命令在这里贴出榜文 招求法师求雨救国 唐僧看了榜文说 徒弟们 谁会求雨 给他们求一场雨 悟空说 求雨有什么难 官员们听悟空这么说 连忙去报告郡侯 郡侯立刻整好衣冠 来到街口 见了唐僧等人就拜 说 请活佛大慈大悲 救救我国百姓吧 又邀请唐僧师徒到他府中 唐僧答应了 便一同去了郡侯府中 郡侯设斋饭招待他们 吃完 悟空与八戒 沙僧站到堂下 悟空念了几句咒语 立刻 正东边一朵乌云落到堂前 东海老龙王敖广变成人样 向悟空失礼 并告诉悟空 下雨容易 但必须有上天的御址 悟空只好让老龙王先回东海 悟空跳到唐僧跟前 把刚才的情况给唐僧说了一遍 然后一个金斗云来到灵霄殿下 求玉帝降止下雨 玉帝说 朕就立个三个誓言在披香殿里 你们带悟空去看看 四位天师带悟空到披香殿里 建有一座十丈高的米衫 一只小鸡在慢慢啄食 一座二十丈高的面衫 一只哈巴狗在慢慢地舔吃 铁架上挂着一把金锁 下面有一盏灯 火焰烧灼那指头粗的锁链 悟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天师告诉悟空 玉帝要等机啄进了米衫 狗添进了面衫 灯焰烧断了锁链 才给凤仙俊下雨 但又告诉悟空 如果做一些慈善的事 惊动了上天 米 面衫立刻就倒 锁链也就断了 悟空回到下界 郡侯和大小官员都来迎接 悟空问郡侯三年前 推倒摘天宿贡的事 郡侯说是跟妻子吵架 无意中推倒了贡桌 悟空给他讲了 玉帝所立下的三件事后说 你若一心向善 早晚念佛看经 感动上天 就会下雨 郡侯听了 发誓一心向佛 立刻召集本地的僧道 开始建道场 郡侯领着文武官员 天天焚香礼佛 祭拜天地 同时又传出飞报 命令城里城外大家小户 不论男女老幼 也都要烧香拜佛 悟空又跳上云去找玉帝求雨 玉帝叫人去披香殿查看 锁链两座山都倒了 锁链也断了 这时凤仙俊的土地神 城皇神 摄令神都来拜奏 说凤仙俊所有人家天天烧香拜佛 一心向善 玉帝听了十分高兴 盲下令降雨 孙悟空立刻和瞪 新 张 桃四位神仙一起来到凤仙俊境界 在半空中做法下雨 大雨下了一天 足有三尺多身 孙悟空又让各位神仙在半空中现身 让凤仙俊的百姓亲眼看看 郡侯剑后 召集郡中百姓一起点香叩拜神仙 一个时辰以后 各位神仙才回去 孙悟空降落了云头 回到郡侯府 对师父说 现在降雨完毕 民心安定 我们可以走了 郡侯剑挽留不住 就集合全郡的大小官员 热热闹闹吹奏一方古月 又高展了各种旗子 送他们走了三十多里 还舍不得分别 最后还依依不舍地目送他们离去 直到看不见身影才回郡城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